这个小的保育地用的时候呢,把它组装一下啊,简单的组装一下,然后呢,这个是感受温度的,这个环设备呢,是带温控的啊,就是我们设定设定50度啊,然后到了以后它就停止,可以设定温度的,把这里呢,把它拧进去啊,对准扭进去啊,对准,这里面是有两个管子的啊,看到没有,然后把它对准啊,对准以后再拧,然后这样把它拧进去,拧进去是来感受温度的, 我们发货的时候是把它取下来的,然后呢,呃,这里是设置温度的啊,比如说上面是湿级温度,下面是设置温度,呃,因为它这个热风啊,热风的温度,它里面是风的温度,所以说温度它大,最高也高不了多少,那么我们如果说这个温度你不管它的话,你不用管它啊,下面设置成140度就可以了,它你就让它温度一直加热,它也不会有多高啊, 大概也就是60度,60度,70度的样子啊,包一的话也足够用了,还再加上我们这个外加热啊,如果说外加热你不用的话,可以把它关掉,你用的时候把它打开,可以让里面温度更高一点,假如说你想设置它到40度,然后你这样按就行了啊,比如说现在是142度,然后这样140度,139度,然后我们可以把它设置的高一点,然后不管它就行了啊,这是,然后这里呢,是来调速度的, 我们打开,然后这个锅呢,可以根据这个实际的你想要的速度来转啊,然后这里是鼓风的,然后打开这里这个管子就开始吹风了,然后这里是加热啊,这个是内加热啊,是在这里面加热的啊,这是内加热啊,跟这个上面的外加热没有关系的,它们是独立的,然后这里的温度呢,是来识别这个内加热的, 也就是在这里来感知温度的,然后,如果外加热的话,比如说有的时候天气冷的话呢,你可以把外加热打开,外加热可以用,可以不用,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啊,这就是这个机器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使用方法,然后速度可调,温控啊,这个都是可以,然后这是外加热啊,